本章主要分享的是群募众筹的预期效益 那当然基本上来讲的话 对每一个创业者来讲 最好的方式就是设计一种服务 或设计一种产品 消费者会买单 那基本上可以直接看得到钱 因为基本上付钱就代表一个投票动作 所以其实直接卖给消费者 这个预期效益才是真正直接可以看得到 也就是说我们针对创业者来讲 那所以说基本上我个人有个习惯 我很喜欢在群募跟平台上 去试着在各个平台去找同一个产品 然后透过这个方式去学习 也就是针对某一个特定产品 当然也包括它的一代二代 我去看去试着看它所定的募资达标金额 跟它的实际达标金额 然后去思考这个群募的这一个人 他对自己的信心度表现 举个例子来讲 有一个产品非常有名 就是基本上来讲跟冰箱 而且跟喝酒有关 然后它在美国的Kickstarter 它的募资金额 各位看这募资金额是大概是约900万台币 我基本上是用30块去换算的 然后它Indiegogo的部分的时候 它是约330万台币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反而你在看这个东西 有的人会认为说 有的市场很大 可是事实上它的成效不好 那你就可以从这个东西看到 举个例子 大家想中国市场那么大 那这个东西就放到中国去怎么样 结果答案是53000块人民币 然后再来在日本的部分的话 金额的部分算是比较多的 可是因为日元跟我们之间的换算的部分 相对上来讲它就比较小 所以它是1877万日元 那各位只要换算日币 那就可以大概它的金额 也是好几百万 那这东西 那至于台湾 他们在折折 基本上是募资到56万 那各位基本上你就会有一个心得 也就是说基本上你同样一个产品 在各种募资平台 它的所得到的金额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说如果说 你要花费一个很大的工屋 当然如果你同一个工屋 同一个影片 同一个一组照片 你可以在各个平台去试着run 因为全世界是有各个不同的地区 然后它也有不同的消费者属性的话 那基本上 你这个投资是划得来的 可是如果说你只是在台湾 举个例子 你今天能够 这算是一个很好的产品 它达到五六十万 那基本上来讲 低于百万 其实都还有所谓的其他 更有效的农资工具 举个例子来讲 像你可以去找天使投资人 你可以去找政府补助 那基本上都是百万起跳的 甚至于你去找凤凰微型贷款 那基本上这个也是一百万 那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是 微型贷款要还 可是它的优点是免利息 那你这一个群众募资的部分 你会有所谓的压力 我们讲的达标的出货压力 它就基本上来讲 就进一步压缩你的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 群众募资它基本上预期效益 到底有哪些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卖给消费者 但是有一个利益 大多数人都没有思考到 它甚至可以吸引所谓的国外 或国际的经销通路 那至于比较不是那么间接的时候 可能是希望你产品让人家认识 希望建立一个品牌 甚至我们今天讲公关出名嘛 就不爱你去投稿 不爱就杂志来访问你 最后的话我们今天来讲 一个东西要人家出钱来买 那就牵测到所谓的市场测试 那市场测试的时候 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 我们要去理解说 人家是不是愿意花这个钱 那当然更消极的时候 就是所谓的收集客户意见 所以在运作所谓的群目 跟众筹的时候 各位一定要有这种 所谓的预期想法 然后去掌握自己可以得到什么 同时也可以思考 多阶段的 把自己的梦想实现 感谢各位收听 更多有趣的分享 请各位参考 创业前途这本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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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鱒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